这个东西是舵机 舵机呢 这个的型号叫SG90 SG90它是通常是用在玩具 玩具飞机上面的舵片 那所谓的舵机就是 它的旋转的角度是可以指定的 我要转到几度的位置 它是一个绝对位置的一个角度的转向的舵机 那么这个是它的舵片 那这上面是塑胶的尺 那如果你需要比较兼顾的 可以去买其他的型号 它有金属的舵机 那这是教学用的 它是塑胶的尺 那我们通常会把这个 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会把舵片给装上去 那这样子等一下比较可以容易分辨说 它到底有没有转向 那它的杜邦线呢 是直接接在里面的 那它的颜色跟我们使用 平常在使用的GVS的颜色是一样的 所以咖啡色一样是接地 那中间的红色就是5B 橘色就是讯号线 那它是一个数位的输出 但是它是一个韩式库的 它有把转向的资料 多少电压怎么转 它要把这个转向的对照表资料 已经写在韩式库里面 那因为舵机很常用 所以它就直接内建在我们 柜局的程式里面就有了 那么我们一样用全Storm做示范 一样把S28 Plus的积木叫进来 那叫进来之后呢 这边就会有一个在定义的积木上面 各位看一下这个输入这边 它就会有一个伺服机 这个舵机呢 英文叫Servo Servo就是舵机伺服机 那这边指的舵机呢 伺服机呢 其实是有两种 一种是连续旋转 就是它可以正转可以逆转 然后它是一直可以像车轮一样 连续旋转的 这一种也叫做伺服机 那我们刚刚手上这个SG90呢 它是舵机 它是单纯指定到某一个角度 所以常用的会是这两种 那另外一般我们自然客的 那个直流马达 他们其实都是马达 但是我们就会把它叫做是马达 或者叫直流马达 或者是减速直流马达 就看你需要的是哪一种 那如果是属于那种直流马达 跟减速直流马达 它就不是在这里做空 那所以这边呢 请你选舵伺服机 然后这边一样是 看你要接到第几只脚位 我们等一下就把它接在第三只脚 好然后呢 使用的部分呢 就是直接去做舵机的输出 那这边会有一个舵机专属的机密 在这个地方 设定第三只脚 输出几 我们来看一下舵机的接线 那它一样是GPS 那所以我们直接在数位控制这一排 数位输出路控制这一排 找一个插座直接把它接上去 那我目前把它接在第三只脚 然后舵片把它装上去 方便你等一下观察 那如果说你想要调整位置 一般呢 其实我们会先把舵片拿起来 然后先在程式那边 先把它指定到零度的位置 然后Action之后呢 马达会跑到零度的位置 我们再把我们的舵片想要在哪一个位置 是零度再把它按上去 那这里有一个螺丝孔 可以暂时把它锁起来 那锁的时候不能锁太紧 锁太紧它会转不动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们暂时先这样接 那在使用舵机的时候必须要注意一点 因为舵机它属于马达 那马达的电流使用量比较大 尤其是在近摩擦 启动的那一刻近摩擦力比较大 也就是说在刚启动那一刻 刚接上电那一刻 它可能会需要比较大的电流 所以如果你的舵机接上Arduino会导致 会当机或者是跳掉的话 那就请你把这个V跟G要另外接 V跟G要另外接 那我们在最后面会再跟各位说 怎么样去外接舵机的使用的电的部分 所以使用舵机一定要注意电的部分 因为单一颗马达有时候插上去会跳掉 它有时候不会 那我们在教学了解的阶段 基本上它的电力供应应应该是可以 但是在启动的那一插纳有可能会跳掉 或者刚插电的那一插纳可能会跳掉 但是教学上我们只是为了了解它转动的部分 我们就比较不会计较 但是如果你去做作品的时候 你要记得这个V跟G是要另外拉去电源那一端 我们待会稍后再来做说 把设定脚位跟要转动的资讯设定好之后 然后一样来一个例期 然后把它接上去 那当我按Action的时候 它有可能动有可能不动 那如果它不动呢 有可能它现在的位置就是在90度 所以它不会再动 那这时候你可以再换个角度试试看 比如说我切换到0度 再按一下Action 你看它会转动 那会转动表示说刚刚那个位置就已经是那个角度 所以不能再动 那所以你再换个角度 再Action一下 它就会做一下转动的部分 舵机的转动它是一个指定角度的部分 那我们这个SG90的舵机呢 它是可以转向0到180度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让它在0到180度中间来回不断的转动 那你要记住一件事 因为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机械动作 那所以你在指挥它转动的时候 你一定要给它留一点转过去的时间 它不是写程式 一秒钟执行100次 它没有办法那么快 它可能从这个角度转到另外一个角度 它可能需要半秒钟 所以你一定要给它一个足够的等待时间 让它去把角度真的转过去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就是它的这个可以转动的部分 那也许你会发现 有时候这个SG90它会有两个现象 第一个 它转的角度可能没有办法 不会如你想象的0到180度 那这是因为我们买的模组是 是那种比较廉价的便宜 它没有经过校准过的一个舵机 那么所以它通常会在比如说在0度或者在180度 你会发现它一直倒动转不过去卡住 那所以我们通常会在使用的时候 然后就不要给它那么大的范围 通常会在10度到170左右去指定使用 那这个是使用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范围里面去使用的话 它大概就会转得很顺畅 那这个都是绝对角度 就是它的10度就是固定那个位置 170度就是固定那个位置 所以如果你今天两个都是170 那从170转到170其实就是原地 它就不会再动 它就不会再动 170度它就是这个 所以这是一般舵机使用的重点 就是如果你买的不够不是很精准的舵机 那你的范围会受限 你的范围会受限 然后呢 第二个你要注意的是使用的时候要有等待的秒数 我们来讲一下舵机的电力的接法 正确的使用舵机的话 因为舵机是属于大电流的装置 那么所以通常来讲 舵机的供电就是它的红线跟黑线 V跟G的地方通常习惯上是要直接接到电源 直接接到电源 那我们这个SG90舵机呢 它大概可以4.5V到6V是没问题的 所以你可以准备一个3颗到4颗的这种电磁盒 然后把V跟G都接过来 所以它的红线接到红线 红线接到红线 所以它的电都是从电磁盒来 那它的黑线接到黑线 它的黑线接到黑线 我把颜色改一下 各位比较可以看得清楚 所以它的电源全部都是来自于 来自于电磁盒 这样子它的供电才会稳定 因为电池的供电是直接从电源输出的 Arduino它本身的供电并没有那么大的电量 所以如果你用Arduino直接供电会不稳定 那讯号就要从你的Arduino上面去拉 比如说你第三只脚要控制这个舵机 那你就把讯号拉过去 然后假设你的第八只脚要控制第二个舵机 你要把第八只脚拉到第二个舵机的讯号线上 但是这样子并没有办法直接控制 为什么因为你的Arduino跟你的电磁盒两个没有共地 那没有共地的意思就是说 像我的电 电磁盒的电 它供电的部分电从这里正极进去复极回来 它有形成一个回路 所以基本上舵机是有电的 但是你的Arduino的供电讯号 这条讯号线 提供的讯号出去 但是没有回到Arduino的接地 所以这个回路没有通 那没有通的话基本上 它就不能 讯号就传不过去 就不会有相同的准位 那所以我们一般都还会在GND 就是你的这个舵机的接地 接地的部分 我们都还会把它接到Arduino上面 也就是说你接到这里也可以 你接到这里也可以 因为基本上它们两个接地都接在一起 那所以你必须跟你的电源供应器 你的直流电的电供 要做一个共同接地的部分 这样子你的讯号线呢 有去有回 在Arduino上面这个讯号才可以流动 这个也是一样 有去有回 有去有回 讯号就能流动 所以基本上 这样子的一个接法 比较可以正确使用 不会因为电源供应不足 不会因为电源供应不足 而不能使用 舵机不会动 或者Arduino会当机 那这个是使用舵机上面 要稍微留意的地方 舵机直流马达都是有这个问题 是 我来讲 谢谢 спасибо